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購物狂 一個人去旅行實在太危險了 今次的名古屋爆買之旅 是要分開兩集和大家講戰利品的 第一集就要講我最最最喜歡客戶的 Vicon 300日圓店和Daiso 100日圓店 因為現在的日圓匯率非常好 十多元就有交易是完全分成不了 看到就滿載而歸買了兩大袋回來的 有些很實用的 美觀很美的 有些很有趣的 有些是純粹那一刻你勝不了 買回來才算的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我買了什麼好物 還有買了什麼有趣無聊的東西的話 那就不要錯過了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C-Cons 是一間300日圓店主打賣不同的生活小物 然後價錢由300日圓起跳 去到最貴今天我應該是買了一件2000日圓的 所以是由十多元去到百多元的這個range 然後裡面是有很多不同的category 我最喜歡行的部門就是廚具部 一些家品 裡面買的東西是看起來很有質感的 然後那些顏色也是現在很喜歡的燕麥色 米白色簡直是停不了手 當然是不止這三個 因為我有一個蒸焗爐 當然想要一些漂亮的焗盤 就買了這兩個米白色的 看起來好像很普通 但是我覺得越簡單越美觀 因為你上面再加一些食物 不同的顏色應該是比起花哩花綠是更加好的 當然那裡有些很花巧的碟碟碗 全部都很漂亮的 但是如果我買很多 金生是鬧死我 因為我的櫃已經開始悶了 它旁邊是做了一些花繁的形狀 小這個和大的這個都有的 他們的價錢是小的300日圓 然後大的是500日圓 我也覺得是非常划算的 接著去到第二樣東西 就是一個的鑊 這個是做玉子燒 是長方形平 然後旁邊有少少的弧形 這個是要1000日圓的 以前我們這裡是有一個 這些形狀的鑊 但是塗層是花了 我就沒有要到 一直都很想物色一個 但是找不到一個很喜歡很漂亮 今次就買了這個 還有就買了一個鑊鏟 這個是silicon的鑊鏟 純粹是因為便宜 它是300日圓而已 然後再來這個 很搞笑的 它是一個小紅 用來做什麼的呢 就是如果平時放在桌子上 你就可以把一個髒的鑊鏟 浪上去 你浪上去的時候 就不會弄髒的桌子 因為我是有少少這樣的潔癖的 第二個用途 就是它可以把它夾到鑊鏟 然後就可以浪筷子 浪這些鑊鏟 是超級好的 然後就到這個500日圓 是一個silicon 它是可以這樣夾 然後上面有些洞洞 就是可以在鍋的旁邊 然後你煮意粉 煮麵的時候 用來倒水 這個我覺得是很聰明的發明 然後呢 還買了一個 我覺得都算是實用的 它是用來放在鍋上 防止油彈出來 我昨天才被金生說完 煎完餃子 整個桌面都是油 你應該煎餃子的時候 把它放在鍋上 就可以令到油不會彈到周圍 說完一些實用的東西 廚具方面 我買了一個減價 原價500日圓 看到減價300日圓 是一個純粹儀式的東西 它呢 我已經用了 就是打火鍋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一些 麥魚挖 蝦挖 好像外面街 就是好像 溫野菜那樣 你可以把那些挖 有這個筆筆 這樣 一塊塊這樣 是整件事令到家裡的打火鍋 好像有一種精緻感 然後呢 就是筷子 因為家裡是用木筷子 不可以放進去洗碗機 然後我這次是主打找一些 看起來很漂亮 就是這樣 漸變色 然後又可以放進去洗碗碟機 接下來聖誕有很多朋友 很多派對 我們就可以全部放進去 是很方便的 然後還有一個 也是關於洗碗事的 它是一個刮刮 可以刮了一些醬汁 然後一些碟 然後一些鍋 一些鍋 一些濃的醬汁 或者是平時洗碟 你可以刮了才洗 我覺得是不錯的 這個是300日圓 有兩個 對 都很划算 然後 再關於廚具的話 會有兩個 袋子 它們現在都算是比較流行的物品 是我平時出門 都可以帶一個 很放鬆的 很輕的 它是一個 所以這個 是一個 鋪梅 如果出門的時候買東西 或者吃東西 都可以用它們來買菜 或者是你吃不完的東西 想外賣回來 就是拿去拿去 的時候 這個可以放到 一 升級 然後這個 小的 就是放到700毫 小的300日圓 大的500日圓 有一個 手腕 你可以拿著它 是非常之好 廚具應該差不多 然後 我就買了給金山最貴的一件東西 是這個 2000日圓 但我覺得對它來說 應該挺有用的 可能在這邊 或者去旅行的時候 它是一個 一式三個 的男士 Grooming Kit 可以收鼻毛 然後剃鬍 還有去剃毛 另一樣比較貴的東西 就是買給我媽媽的 這個是超美的 它是一個紫色的自拍棍 它是極度輕的 因為我媽媽自己 可能去行山 跟朋友去玩的時候 它就是這樣打開 可以放手機下去 然後上面 是可以有燈的 可以轉白光 黃光 然後它就可以去到那麼長 但是它就不可以坐地去到那麼高 它可能是桌子的時候的一個高度 然後就買了一堆 有些已經送給朋友了 就是 一些小狗的帽子 一些拉帽子 還有頸巾 然後就買了一些小朋友的帽子 對 那裡除了一些生活小用品 還有一些寵物用品 小朋友用品 都真的很好用的 然後這頂小朋友帽子 是這樣的 就買了一頂 是來給金生的侄女 她應該下兩個星期來玩的時候 就可以送給她 做一個小手信 然後就是買回 我上次都在FREECONS買完 超級喜歡 是回購的橡巾 因為它的質地摸下去 是極度舒服的 軟面面 有少少蓉面 很有質感 但是300日圓是有這麼多條 今次也看到這個 是300日圓有三個的 這一種橡巾 我覺得冬天用很漂亮 它是有少少爛爛的 毛毛的的感覺 對 這一種 還買了就是這個 是那些頭髮梳理 令到那些毛毛和FREECONS 沒有那麼厲害的 一個類似MASCARA 但是它就是 是給頭髮用的 另外就是買了這樣一袋 超級多的耳環 對呀 300日圓的耳環 我留了很多給大家做手信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漂亮 例如這款是 上面毛毛 下面有珍珠的 然後我就買了不同的顏色 我自己會留一對 然後其他就會給大家做Giveaway的 珍珠深深 我也覺得是很漂亮 有這些比較Elegant的款式 柔的圈圈 今年應該都很流行一些的 圈圈耳環 小小的 深深的圈圈 深深圈圈有銀色的版本 大家平時可能都會覺得 耳環給你Giveaway 來來去去 都是要有耳洞 所以這次我是有買到 耳的一款送給大家 是不是很細心啊 快點讚我吧 買了這麼多的耳環 都停不了 好了 分享完FREECONS的戰利品 就到Daiso了 這次逛街是很邪惡 好考備力的 因為下面那層是FREECONS 然後你上一層的電梯 已經是全層都是Daiso的 有100日圈的Session 有其他 它的腹線 是很努力用理智 告訴自己 你的手是拿不到那麼多東西 還有不要買那麼多 但是呢 有一件事 我是有點失心風的 就是 就是種子 我買了這麼多包 我有出發前看過 是寫明了 下裂植物無需植物進口證 或者植物檢疫症 那個證明書可以入口的 其中一樣就是工人及動物食用 或者作工業用途的穀物 豆類 種子和香料 所以我這次買的全部 大家都知道我是喜歡做農夫的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吃得的種子 大家期待一下我的收成 之後呢 再買了一些廚房用具 這個我在香港一直想買 整天都沒有貨的 就是開很多 在香港是12元 然後去到現在是5個多 沒有理由不買 然後呢 就買了一個長的 一些狗狗棒 因為我找了很久一些長型的筋 我都找不到一個很想要的心水 那就隨便了 100日圓 不理了 再買了 然後再買了 就是放在梳上的網 如果有看我很久以前的影片 一些關於12元店的好物 應該見過它 就是你把梳 你把一個網拉出來 放在梳上 那裡 那你梳頭 脫的頭髮 不需要自己去清 整個網拿出來 這樣就已經清了 我就覺得很方便 一包裡面是有40個的 真的很划算 然後呢 就買了一個磨薑的器 這個我都不知道為什麼買的 這個我都不知道為什麼買的 這個是300日圓 它是在複線的購物店 那不如說一點複線 因為呢 它除了100日圓 我們平時的Daiso之外 它有幾個 香港也有的 是不是叫FREEPY 對了 那我再打個名字 再打個頭盔 因為我不要忘記它叫什麼名字 還有一個叫Stand up Project之類的 對了 剛才我在300日圓 即是FREEPY 買了筷子的四雙 然後我上去 我看到它又有 今次300日圓有五雙 我覺得那一刻 為什麼我先不看了呢 但是也不要緊 因為四雙是不夠的 我就買多了這五雙 混淡它 這次的顏色就是一個暖色系 另外還有一個系列是冷色系 是超級貼心的 總之又是買了一些可以放在一些洗碗機 它寫明了是洗碗機用得的筷子 這個是Made in Japan 它是300日圓的 本身呢 我就想在FREECONS那裡買 一個是刨皮 刨絲 不知道刨什麼 總之是三合日 我在IG那裡是Capture Screen 是打算過去買的 誰知道是沒有貨的 我走了兩間都沒有貨 剛好在Daiso那裡 我忘記FREEPYS還是什麼 Standard Project那邊 總之 就有這款 它是Double Pillar 它一邊是刨皮 一邊是刨絲 雖然沒有了三合一 但二合一 我也覺得是很方便的 然後呢 再買了一個是500日圓的 大家都知道我是很喜歡買水瓶的 不同的大小我都很喜歡的 這個是可以放到190ml的 那就可以是小袋放小瓶 中袋放中瓶 這個是情義結來的 買水瓶 不要理我 然後發掘了這個袋 是超便宜的 它是前面有拍樓的 這麼大格 是可以把我的電話 我掉了些種子 放進去 完整放進去 可以拍回的 之後呢 它中間那裡 是有拉鏈 一格 很大 又一樣可以整個電話 放進去 還有很多位 然後後面 它還有一個網袋 一樣都是這麼大格 我又試試放電話給大家看 完美 塞進去 然後呢 它還是可以 有一個斜背的帶 是調到長度的 很薄 很輕 這個都是300日圓 即是20元有找 所以呢 我買了給自己 我來放一下狗 例如放些銀包 電話 紙巾 鎖匙 或者是去旅行 你要放護照 比較貼身 例如去歐洲旅行的朋友 你想在衣服裡放一個 很貼身的東西 放些貴重的物品 它是很適合的 所以300日圓 我真的覺得超便宜 我買多了一個是給媽媽 之後呢 我們應該可以回到 Daiso 100日圓店 有一個是200日圓 這個呢 是我媽媽又說我 然後金生又說我 我家裡就有了 但我真的覺得它超有趣 它是一個磨蒜蓉的器 它是一個 哈哈小 超可愛的 這個呢 它小小之餘 這樣扭 我覺得超方便 然後呢 就到一個是觀眾推介的了 它是知道我在iherb那裡 有買一個保鮮袋的習慣了 就是你的菜啊 生果啊 你放進去 一個保鮮袋呢 你可以一個星期不吃 它都不會黃 不會變乾炒 是保鮮的 然後它就告訴我 原來在Daiso那裡都有類似的產品 是有不同的大小的 所以呢 我全部都買回來了 大的這個尺寸 它裡面是有44個的 然後中尺寸有12個 然後小的尺寸有15個 可以放到不同的梳果 然後呢 然後呢 啊 不停地掉一些東西 大家不要介意一些聲音 就是 這個了 又是應該有些觀眾 可能有印象 是我很喜歡 是Daiso的其中一個物品 就是一個這麼小的鍋 這個鍋 在香港是斷貨斷了很久 我不知道是我走得不夠密 還是真的沒有賣很久 總之呢 香港是賣25元的 我那時候買到的話 然後我現在在日本的Daiso 它是200元 所以我都買了兩個回來 這個是煎蛋 完美的尺寸 然後你 有時候要淋一些熟油 你沒有理由開過很大的鍋 去做那些油 這個是完美的 然後呢 就沒有什麼了 我覺得自己在Daiso那裡很忍受 我是買了極度無敵多的洗澡波波 給一些朋友的小朋友 這幾個禮拜 一直都會有小朋友來這個家玩 因為他們想做這個小龍夫 去上天台那裡摘蕃茄 所以呢 大家預約了過來 我也想他們有些禮物 拿回家 總之在這段期間 過來探望我的小朋友 都會獲得一個洗澡波波 這個就是我的300日圓店 和100日圓店的開心大購物 希望我的這個購物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現在在日本的300日圓店 和100日圓店有什麼買 然後分享一下我的購物喜悅 自己一個人買東西 真的很爽 然後呢 下一集就會是美妝類 還有一些野色 或者是這隻帽子 是很漂亮的 紫色的帽子 想想知道在哪裡買呢 那就要留意下一集的購物樂 這次呢 我就沒有買到任何衣服 我也可以在這裡預告一下 是不會有衣服的購物 因為全部都很厚 其實今天是27度 我覺得是穿不到 我是在留著 我是想有個冬天的Five 才穿到長袖 戴帽子 其實今天是可以穿半身的 為什麼12月還是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算了 這麼少機會穿 我也不特地托回來了 我就沒有買到衣服 大家可以繼續 Stay tune 我們今集先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哇 整個韓仔一樣 對呀 你不是羊仔 你是韓仔 狗仔他戴完之後 就是這個樣子了 超可愛 他旁邊有個孔 可以放一個耳朵出來 超可愛 好了 我們脫下 熱醒了 媽咪熱就可以了 你不要熱 好了 我們跟觀眾說再見 好嗎 Bye Bye